政府最近公布未来新潜在供应量是1.54万 在一个楼市的下跌周期 一个巨大的潜在供应量会进一步压低楼价 不论对小业主发展商都是一个不好的小职 对中原地产2023年12月的统计数字 最新的货币量是去到2.3万个 当中新地占比是最多 之后就是恒地进和会得峰 最多借贷的新世界反而是最少 说的是66个 而销售策略最进取做到货如轮转的长实 货币量只有300个 新的潜在供应量1.54万 再加货币量2.3万个 加起来3.8万个 而一手的成交量一年普遍可以卖到1万个 到13000个 即是现时的货币再加未来潜在供应量 就香港买3年多 这个数字夸不夸张 如果你对比750万人口 和234万个家庭 3.8万个的供应量 整体来说都是9牛一毛 只不过在跌市周期 很多人拿着这个供应量去讲故事 甚至将它称之为 流市下跌的主要成因 基于简单的市场定律 供应量上升 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 价格应该向下降 但现实又怎会是教科书呢 有很多因素 最大的因素就由2022年起 美联储一年加了11次息口 到现在都维持5.5厘的高息口 对于发展商的融资发展 对于二手业主的供款压力 对于新买家的持货成本 都增加了很多 导致整个物业市场 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 而我个人预期最快减息 应该到11月 美国大选员 新的领导班纸上台 推出一些减息 旧市的措施 可以称得上是名利相收 甚至市场有人吹风 今年是未必有减息 要拖到下年才减 不管怎样 息口是一个幻观的大环境 不是由个人操纵的 新买家 二手业主 或者是发展商 都只能微调自己的投资策略 去适应整体的大环境 所以我们今年会见到发展商 有很多打了六折 或者七折的心碎炸弹 推出了市面 当中有些大型的发展商 长实伸地 二三线的发展商 都有跟随 例如最近洪水桥的Lios 元朗的Yohokub 山田的龙帕山 都减了两成到三成 作为二手的业主 更加被动 因为一手减了价 造成了一个骨牌后应 二手是被逼人减价 整个市场就很复杂 而香港流市跌到现在 跌了两成多 甚至接近三成 有些人觉得贵 有些人觉得便宜 有些人觉得仍然有得跌 有些人觉得现在是一个谷底 每个人 尽每个决定 都有他们个别的原因 你手里面有多少筹码 你有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 你知道如何去比较价格 一个地方资讯越发达 市场就越复杂 如何在千千万万的讯息里面 去理解 去分析 去推测一个未来 沙士比亚说过 1000个读者里面 有1000个哈姆雷德 每个人的立场角度 完全不同 市场就有不同的人的观点 反复推撞的结果 自政府2月28日全面切纳之后 一手成交量是暴升 3、4、5月加 成交量是超过8000家 即是2.3万个货币减去8000 只剩1.5万个 在这个情况下 发展商会不会慢慢买呢 在我的角度不会 这件事是一个短期刺激 去到6月市场是淡静了 最主要就是一些比较平价的货币 被人消负好得七十八百 现在市场在等一些更加新鸣 或者更加刺激市场眼球的新货 因为发展商减债是一个大趋势 发展商要发展 不想被市场淘汰 都是另一种趋势 他们可以怎么做呢 就买走了已有的旧面包 去买一些又新又便宜的面粉 做出一些新的面包 在一个新的市况下 做到更好的利润 再扯得远一点 要真是讲供应量 在中港融合的大前提之下 香港发展商面对的竞争 大湾区的房地产资源 可能成为香港楼市 最大的潜水供应量 不过这个又是另一个故事 我们之后有时间再讲 今期就讲到这里 我是路易斯网 我们下期见 拜拜